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本周乌俄两国就可以签署粮食协议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普京还有心力来做外交 确实乌俄战争俄罗斯似乎占了上风 因为除了乌东乌南地区 俄军也开始轰炸中部大臣 其中尼古拉耶夫更是在短短一天内 连续遭到十枚飞弹攻击 俄军采取了焦土战法 乌克兰巴克马特附近战斗越来越激烈 乌军士兵撤到树林当中 挖掘坑洞躲避俄军炮火 尽管战况严峻 乌克兰士兵表面人士一派轻松 贪其手上愈合的伤口 也不忘给记者一个大大的笑容 树林外就是一片麦田 已经结实的麦穗都被炮火 炸得焦黑散落地面 乌东顿内刺客地区两军持续炮战 但炮火轰的不只是前线士兵 当地民宅也经常受到波及 乌军人员一看到有动静 就往炮弹可能集中的地区跑去 协助救治伤患 民众看到遭到震碎的窗户 回想起空袭当下还心有余悸 俄军占领的地区民众也同样无法逃避 空袭与炮弹的威胁 另外俄军也加强攻击力道 密集轰炸乌克兰大后方的城市 中部城市文尼查遭到俄军 以巡异飞弹攻击 监视器拍下飞弹击中瞬间 广场上原本在骑车走路的民众 都被震得趴倒在地 还有狗狗吓得惊慌乱跑 一名四岁女孩丧命于这次轰炸当中 主持葬礼的教室也都忍不住哽咽落泪 一周之内 乌克兰大后方有至少四座城市遭到飞弹攻击 尼古拉耶夫一天之内遭到至少十颗飞弹来袭 攻击的却是大雪等非军事设施 导弹还击中奥德萨的商业仓库 商品跟建筑全都复制一具 面对人命跟财产的重大损失 总统泽伦斯基誓言追究俄军的战争罪责 乌克兰电视台记者访问遭到俘虏的 俄军战机飞行员 一名负责轰炸行动的副司令表示 他也不想参加战争 但是只能遵从上级命令 另外一名苏凯25战斗机驾驶 并非隶属于俄国官方军队 而是私人企业雇佣的佣兵 乌克兰怀疑其实他就是瓦格纳军团成员 佣兵表示自己只知道要来打仗 目标是协助两个亲俄的分离主义 共和国独立解放 但是没有想过对付轰炸屠杀的 会是平民百姓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这场乌俄战争已经打了140多天了 俄罗斯一边攻打一边也在进行渗透 接连出现了600多起情报人员 跟俄罗斯勾结的案件 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相当震怒 开除了国安局长和检察总长 贴上蓝黄双色 乌克兰国旗来自美国的M777榴弹炮 在哈尔科夫前线力打工 M777惊人威力 朝着俄军方向打过去 连续发射好几枚炮弹 果然被敌军发现位置 俄军炮火打了过来 乌克兰士兵急急忙忙在爆炸声中转移阵地 不管是乌克兰东部还是南部战场 前线天天得面对这样危险又紧张的场面 虽然从士兵脸上看得出疲倦 但守护家园的士气还很高昂 除了M777榴弹炮 西方军援也陆续到位 包括立陶宛送来的无人机 还有M270多管火箭系统 配合美国海马斯火箭远程战力大提升 乌克兰声称已经打中了 包括军营和火药库 至少30座俄罗斯军事设施 而现在还有英军帮忙乌克兰训练士兵 连法国军人也加入乌军行列 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确从乌克兰扩散到全世界 除了阻止粮食出口 俄军还朝着农田开炮 烧毁大量农作物 有农民就在着火的田里 抢救古物 另外四个多月狂轰滥炸 也重创乌克兰的环境生态 当初基辅这座炼油厂被炸 燃油全流进附近河川 短短几天上千条死鱼冲上岸 除了粮食和生态 乌克兰还要担心有内贼 最近在这段时间 线上的指令人 有651词词 关于国家的编程 和合作业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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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业绍 其中遭到拔关的检查总长维涅狄克托瓦 是乌克兰调查战争罪的代表人物 也常接受西方媒体访问 这场人事大地震恐怕影响到乌克兰战争罪搜证工作 TVBS新闻组合报道 最近天气很热 就连欧洲西南部也饱受热浪侵袭 法国跟南欧不少地区都出现野火灾情 欧盟的执委会研究人员警告 欧盟境内大约一半的区域面临了干旱的风险 欧盟执委会联合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欧盟有46%的地区处于干旱预警的状态 11%地区的农作物面临缺水问题 这波高温干旱已经导致法国 罗马尼亚 西班牙 葡萄牙 跟意大利的农业产量减少 过去英国气象局也曾预言过的地域热浪 提早了28年出现 艳阳高照英国南部知名的博恩茅斯海滩 跟着人满为患 不论大人小孩都等不及跳进水中消暑 但在英国想清凉一下不一定要去海边 伦敦最近就出现一座露天泳池 游泳时一旁还能看见高楼大厦感觉很新鲜 原来这座泳池是由金丝雀商业区一座220年旧码头改造 600公尺长范围和18.5度C的水温成为炎夏中的大卖点 毕竟英国这几天真的热得受不了 当地气象局还首度发布高温警报 属于温带海洋型气候的英国 许多民众家里连冷气都没装 而英国气象局过去虽然曾料到 有天会飙破40度C 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这是英国2020年时设想30年后的气温情况 却被发现和这礼拜的高温预报 几乎一模一样宛如神语言 但不止英国 欧洲西班牙近期也饱受高温所苦 马德里民众因此趁着年度打水仗活动 疯狂射水枪消消暑气 只是同一时间西班牙消防员还在疲于奔命 因为包含东部的加泰隆尼亚 西北部的加西利亚 和南部的马拉加省都有野火肆虐 高温也飙破40度C 法国葡萄牙 希腊和意大利等地也在和野火奋战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共多拉船 船夫拼命灌水喝 就怕船滑到一半会中暑昏倒 据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相加已有超过千人死于高温 地球不断发烧对人类发出警讯 因为高温不止影响家畜也会妨碍作物生长 为了商讨应对方式 全球40国再度齐聚德国出席彼得堡气候对话 德国外长说虽然俄乌战争引爆能源危机 却促进各国加速发展绿能 而这场会议俄罗斯最后并未受邀出席 TVN新闻 综合报道 谈到天气你能想象吗 气候难民这个词其实离台湾也并不遥远 因为全球暖化科技部研究也显示 气温上升2度与4度 海水分别会上升0.5到1.2公尺 生活在西南沿岸的居民又因为地层下陷 面临海水倒灌 所以现在真的是台湾有严峻的气候问题 你是否发现过去四季分明的台湾 现在的季节感很模糊 夏天变得更长更热 冬天不冷 春秋两季好像都快消失 而夏天台风不一定会上门 但要来的时候绝对让人胆战心惊 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的干旱 全台湾都在缺水 等于去年的春茶没有什么收成 只收成四分之一而已 本来就缺水的台湾 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 干旱变得更加频繁 冲击农作收成 但一个封面迎来 却又暴雨成灾 让原本已经地层下陷的西南沿岸 瞬间像是没入大海之中 一年的下陷数值三公分 就是我们把它定为叫 显著下陷的一个地区 那像整体而言109年 基本上整个下陷都已经到达 就是几乎是历史新地区 地层下陷是今年累月抽取地下水的结果 是水资源长期不足 分配不均陷入的恶性循环 现在更要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汗烙夹击 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成了气候变迁 还有花生起源它 一只人大樓有遍 外面出外山车的减安 天乡前老寺外山车的减安 我们坐梯七年了 它长的人一两个 比较低于 没最猛烧 宫的时候要多久 老朵就倒入了 就硬定了 就这时候我们都没有真正 这样我有可怜吗 没有 你说 你回答了 我有可怜吗 对啊 来访的这天 刚好遇上停电 无理家在见怪不怪 因为人生已百般无奈 五年前丈夫中风 儿子发生意外 每个月需要花四万块起看护 孙女由他接送照顾 全家靠他赚钱 而这一片一公顷左右的渔池 就是他的全部 以前都残 保鞋子比较严重 正反质 正逃逃 就是我们来都没有真正 这块余温过去其实是快农地 1986年含见从西部登陆的伟恩台风 造成云林彰化南投嘉义澎湖 五线市严重灾情 近四十人死亡 四千户房屋全岛和半岛 海水入侵改变了湖口村 祝儒 本来种植甘蔗番薯水稻的甜 現在變成養蛤蜊 蝦子 加上近年天氣過度炎熱 常常蝦死隔亡 漁獲量非常差 漸漸的沒人想在湖口村討生活 只剩下走不了的長者留下 近前我們政府有推廣 要四個學生才可以開班 那兩年沒有五年級 也沒有六年級 因為我們這裡人數不夠 像我們現在九月要開學 一年級之類的贏味 現在我等一下都出去了 年輕人離鄉打拼 沒了生育力 村子裡的國小過去學生五六十人 如今只有十三人 老人家占絕大多數 兩百多戶居民中 就有二十幾戶是中低收入 貧富差距也連拉大 諷刺的是 最具競爭力的 竟然是天災行作出來的奇景 一整排佇立在水裡的電線桿 三根高耸的電台天線 現在仍在使用中 要維修 工程人員得划著竹筏過去 農田成了湖口吃地 成了觀光客景點 卻沒辦法幫湖口村帶來收益 過去的榮景只能隨著夕陽 沒入水中 而新的威脅也已濱臨沉下 六十幾年說炒蝦王國 那七八十年就是貝類王國 那時候的水質生物 跟一個環境溫度造就那種 那種產品在這邊生存 全台一年文革的需求量 達到兩百多億顆 從正名村餘溫中出去的隔苗 就占十分之一 讓隔苗活下來是他的生活重心 從民國六十五年 我就開始開始養了 經過也放了原來養 到了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還變到都是沙沒有苗 水質溫度與藻類是文革存活的關鍵 曾明村表示 他是第一個從海邊轉站到口湖下輪村 做育苗繁殖的漁民 因為在地有海水供應站 近排分離 正當業績逐步攀升之際 氣候變遷又來攪局 高溫藻類繁殖太多 寒流太冷或大雨來襲 養殖水分 鹽分變低 隔苗都會暴斃 曾明村現在希望研發能抗熱的新品種備類 並計畫在池旁蓋光電板 幫隔苗遮陽降溫 對抗氣候變遷 只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本錢投資 大多數文革養殖戶遇到寒流高溫 還是靠地下水來調節 這個養殖業 這是無可避免的 你要養殖就一定要用水 這就是一定的 你超抽 這裡是整片 整片都是養殖器 都是養殖器 每個都在抽 當然 今年累月 過了十年來 當然它地層一定會下線 比些會抽地下水的 大部分都是汗水的養殖器 起磨的 養慢的 低下水才會抽得很嚴重 我家庭應該也是如何都賬 那也是 健康下去也是抽 不抽 特別等經驗要做什麼 會抽比較少 不會放掉 以前取消就比較壞 變好或什麼 水會放掉 現在都用小豆苑不敢放掉 捨不得放掉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有感 感受到地在下沉 到現在我這裡含四五車 鐵水沾流不吹 流到海底堂的 沿上流到沿著 都一顆麻煩 過去二三十年 台西向是全台地層下陷 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累積的下陷量 就達兩公尺以上 落差大概多大 三五十應該有 台西五條港的春落 人可以看到早期 紅磚黑瓦的住家 廢棄在路旁 過去的一樓成了二分之一樓 除了養殖漁業 造成地層下陷的幫休 還有總在大旱時 沒水可用的農業 因為農業的話 它的抽水的深度會比較淺 不過它整體的量 也就是說它水井的數量是比較多的 那另外就是 工井當然也有一些影響 因為工井的話 它單口是抽的量是比較大 抽的也比較深 台灣每年得抽取 約53億噸地下水資源 來滿足整體用水需求 當中農用佔約50% 養殖25% 佔四分之三的地下水用量 對公有水井的部分 應該是停用 這些事情已經做了 那民井的部分 就是回到所謂的申報納館 那福島合法化的這個工作 我們現在對於所謂的新生的水井 只要急查到 就急封 那我們這一口分成監測井底下 就是安裝了大概20幾個磁環 在不同的深度 所以當我們這一套儀器 進入到兩側導管的時候 經過我們的磁環的時候 它就會有蜂鳴聲 1.772 2016年水利署頒布 雲章地區納館水井 福島合法作業規範 陸續將25萬口私井福島合法化 並在宜蘭桃園彰化 雲家南高堤 設置57口分層監測井 每月觀測一次 記錄磁環與地表間的距離 推估下線變化 可是這幾年其實它都已經比較趨緩 就大概控制在最大的可能一萬 可能一年會到十幾二十公分 那這幾年就是大概五公分 六公分那邊 對 其實是在發展 那就跟你那一年的水情條件 像去年的水情條件很差 它就跑到又到七點八 在政府努力管制地下水抽取量後 彰化明顯下線的區域面積 已逐漸趨緩 但雲林的湖維 土庫 園長與大皮 仍有待加強 台南則是北門區下線量 仍維持三到四公分左右 下線難以解決 更大的危機還緊追在後 人家沿海這方面 像地勢長長長長長 水位長長長長長長 我那時候 二 三十歲那時候 水最大樓是用起來這樣 現在用起來跟一頂 一年一年越高 到時候你們都說 不要說多久 如果30年 還有30年 這條海法可能會有 你會煩惱嗎 你會煩惱嗎 說一下就會煩惱 海平面上升 不僅是今年累月的感受 根據科技部研究模擬顯示 氣候變遷下 增溫2度與增溫4度 分別會給台南漁溫 沙洲帶來不同的衝擊 因為海水會上升0.5到1.2公尺 根據我們現在模擬 比較最嚴重 這樣比較4度 其實上升1.2公尺 大台南對區的 來講可能比較嚴重 我想像將軍 北門或是七谷 或者是安平 安南等等 類似這樣的一個地方 這樣算起來的 面積大概平均 大概是92平方公里 在台南是總面積的4.2% 地層下陷加上海平面上升 帶來的將會是複合型衝擊 這樣的高低差 不僅會淹沒家圓 海水還會入侵內陸的地下水 導致土地炎化 天不能更做 惡性循環下 生活只會越來越辛苦 這個地方如果好天氣的話 我們是會在這邊做日光尾雕 國土流失是肉眼難以辨別的 但氣候變遷 絕對是讓人有感的 在阿里山種茶40年的王啟萍 對氣候變遷有深刻感受 澆灌茶園用的是 曾文西源頭的山泉水 要從山上拉1000多支水管 才足以灌溉三甲地 但過去10年 王啟萍就遇到兩次 整個山區沒水 小河完全乾枯 他必須到水源頭打水的窘境 只要拿著水 你要拿著那些木頭 把水打起來 我們這裡的水塔 我們這裡的水是本期 打來到福山古道 打過來 兩天水的結合 靠化到這些面積 的地 我就關鍵 所以有什麼去年 村子的時候 水口都沒有水 全台性的水口都沒有水 因為我們山頂的水 就已經靠起來用了 這裡有飯店 有民宿 有地窗 有騎機 都要用到水 例如說100檔的水 可能你如果漏在厚地的時候 可能差不多三點鐘就沒有了 就漏了 2020年台灣遭逢百年大旱 曾文溪河道乾枯 一滴水都沒有 2021年5月 曾文水庫見底 茶農必須找水救樹 繞到跑去巴掌溪的源頭 取水救急 然而缺水導致山上霧氣不夠濃 葉子長不厚 最終春茶收成只剩四分之一 這台工齡就是AI 這台他就可以健康每一天的溫度濕路 跟他變成糖涵的密集度 土壤的酸鹼質是怎麼樣 如果了這個數據的時候 他就知道氣候變遷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是我們了這個數據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們要怎麼管理 我們可以去做義工 面對氣候變遷 茶農也在學習調適 那麼不種菜不養魚的我們 又能夠怎麼挑適呢 過去都會很希望說 投入很多的資源 然後去加高提防 我們必須要做到零災害 可是零災害在氣候變遷挑適 基本上是不存在 災害無法變 我們要做應該是說 在災害來之後 可以快速的復原 所以我們講的那一個是 任性的一個社會 是相當比較重要 在氣候變遷 已經是新常態的情況下 無論是缺水 農業受害 或是國土流失 挑戰只會越來越嚴峻 期待從根本找出解方 重新規劃國土利用 輔導氣候災民做產業轉型 或搬遷 不讓他們只能無奈 不斷地面對老天給的考驗 科技之道台灣四面黃海水氣充沛 卻受氣候變遷影響 旱勞極端水庫預計 超抽地下水一層下線 水資源分配問題如何攜手面對 TVBS與天下雜誌合作 近零2050永續台灣夢 水危機之早系列報導 回來關注最新消息 台灣時間19號晚上7點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 將共同主持線上的全球新冠行動計劃部長會議 不過這次會議裡頭 台灣是沒有受邀的 我們來聽美國國務院的最新說明 這場會議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第二次主持的新冠部長級會議 那去年11月布林肯也有召集過這場會議 但只有大陸代表出席沒有台灣代表 那台灣這次再度沒有受邀 那不管是美國國務院或是我國駐美代表處 都定調持續尋求適當的參與國際合作機會 好 持續關注疫情 我們接下來要把鏡頭轉到南韓 最近在南韓他們出現了新的亞變種是BA.2.75 他們稱為半人馬座 已經出現了在他們境內 所以不少人很擔憂 月光是BA.5就讓南韓的確診數 在這個禮拜翻倍成長 居家治療人數又突破了20萬的大關 新冠疫情重燃 南韓醫療院所在線篩檢潮 週末一大早各地檢疫站人滿為患 儘管篩檢健數不及平日 但南韓週末兩天單日通報確診規模 依舊在4萬例上下游走 居家治療人數時隔兩個月 再度突破20萬大關 南韓坊間又一次出現退燒藥感冒藥搶購潮 各大藥廠產線全開 而根據南韓中央統計 官方所開立的輝瑞口服藥 處方量一週之內也突破了3000人份 在奧姆康亞變種BA.5延燒之際 由半人馬座支撐的全新亞變種BA.75也在南韓縣中 BA.75今年5月在印度首次被發現 目前已知除了傳播速度更快 還擁有更強免疫逃脫能力 相當容易造成突破性感染 南韓首次OBA.75病例是保健研究院進行隨機抽樣分析時偶然發現 感染的60多歲男子完全沒有海外旅遊史 顯示BA.75很可能早已進入南韓社區傳播 只是儘管疫情捲土重來 南韓當局考量到經濟民生狀況 暫不考慮收緊防疫 但自律防疫還沒看到效果 自由行政的隔離模式已經先惹得民怨四起 南韓社群網路瘋傳確診者外出趴趴走 根本無法可灌 南韓專家擔憂BA.5和BA.75 若是同時發生大流行 疫情反彈規模很可能比預期中擴大 有必要重新寄出限聚令 不過南韓當局目前除了呼籲50歲以上民眾 補打第四針 就僅先針對夏季旅遊潮做出應應 南韓中央將投入超過200名支援人力 進駐仁船 金浦 紀州等七大地方機場 加強旅客檢疫管理 並額外調派2500人 駐守各大觀光聖地加強防疫宣導 疫情反覆 南韓燒商業者趁勢推出無人機外送 突破地形限制70多項輕食和日用品隨叫隨到 在經濟道鄉間大受好評 外送需求增加 還有超商派出了機器人外送員穿梭社區 疫情當中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接觸 南韓超商轉向智慧無人化經營 全韓無人商店截至今年6月份為止 也已經累積超過2600家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確實人類發揮無限可能 機器人的功能也越來越專精了 而且還有不同種的造型 像是中國大陸就設計了一隻微型的機器魚 它可以進到海洋中來吸附塑膠微粒 那日本則是研發了蛇型的機器人 可以幫人類深入難以抵達的救災現場 一截一截彎彎曲曲 就像條蛇在地上爬行 但這機器人最大的特點可不只有外形 這台長1.7公尺 重量大約10公斤的蛇型機器人 是由日本電器通信大學研發 從開發初期研究了種種蛇的動作 到最後透過3D裂印 打造出機器蛇的主機結構 而之所以更費工地授藏身型唇線 則是為了潛入崩塌的建築物等各種狹窄空間 再加上它共有17節的身體 能夠非常靈活地爬牆以及爬樓梯 另外頭部和尾巴也都各自裝了攝影鏡頭 讓作業人員能夠透過這個就像遊戲遙控器的裝置 在遠端操控 更明確一點來說 只要對機器蛇的頭部下達指令 其他身體部位就會在電腦程式的自動計算下 立刻跟著爬行移動 只是再多的模擬試驗也比不上真正災難現場可能面臨到的挑戰 這個團隊因此還在研究評估 能否搭載不需要人員操控的AI員工智慧 預計三年後才能實際上工 中國大陸則發明出這體型更小 具有1.3公分而且觸感柔軟的機器魚 目的是要把它放到海洋裡 吸附直徑小於5公里的塑膠微粒 然後微塑料它那些多孔結構 又會去吸附一些像中金屬這種有害的物質 去放大它的毒性 然後它又很小又會被魚給吸入 吸入就進入了我們整個生物鏈中 四川大學的研發團隊藉由光線的驅動 讓這些黑色機器魚快速游動 目前每一秒鐘能游動近三個身長的距離 速度幾乎等同浮游植物 這種定向操控我們會一定程度上控制它 不會往那些就是有其他的魚 或者是其他的船舶身上去裝機 而就算不小心被切割 這微型機器魚也能夠自行癒合 不影響吸附塑膠的能力 如果說是被其他的魚去誤食 我們這個材料是聚氨值的 也是一種生物相容性比較好的東西 研究團隊表示發明靈感 就來自珍珠母背的提督結構 也就是歪部堅硬但內部鬆軟多孔 使得這機器魚的材質不但耐用性高又能夠彎曲 除了主要的吸附能力 還能夠即時分析海洋的污染狀況 未來更渴望運用在生物醫療和救災領域 往多功能機器人的方向邁進 從海洋救星到救災英雄 次世代機器人兼顧外型和功能不斷進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來看美國下半年要進入選舉熱潮 不少台裔的女性政治人物也陸續投入了選戰 TVBS國際新聞評論員 英文奇也獨家專訪其中的三位台裔女性政治人物 而她們都是民主黨備受關注的政治行星 去年11月美國波士頓第一位女性市長 吳米宣誓就職 打破200年的紀錄 台裔背景讓她感受到 與選民之間更多的連結 美國政壇紛紛出現台裔的女性政治人物 正在打破種族還有性別的天花板 同樣是台灣女兒的牛玉玲 準備從州議會走進國會殿堂 角逐民主黨眾議院的候選席次 光是初選就競爭激烈 準備對戰前紐約市長白思豪 如果我們不得到這個選 這是一個開場的選 如果我們不得到這個選 可能我們不得到這個選 10、20、30年 所以我們非常重要 我們能夠對它 我們能夠在這裡做歷史 因為我們會從紐約州的參選 從紐約州的參選 第十選區包括華府還有布魯克林 大部分選民都是外來移民 紐玉玲的台裔背景也格外獲得青睞 要幫助華府走出困境 你最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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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願意為他們死 我無法停止 你懂嗎 你看看這件事 在前面的眼睛 店面後店面後店面 店面後店面後店面 你會看這件事 像一個人 你很愛的地方 只是失去重量 因為她沒有東西吃 為了華裔選民 紐玉玲勇敢出戰 在密西根州 擔任州參議員的張里 同樣在困境當中脫穎而出 不但是密西根州 第一位進入立法機構的亞裔女性 現在還準備挑戰 密西根州的一張寶座 因為我正在進行 成為州參議員的議員 她還要做 她還要做 所以這也很興奮 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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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工作 我正在想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轉換個房間 我們可以說了一段時間 身為台裔第二代 在美國中西部的政治圈 站穩腳步並不容易 2018年的選戰當中 張里還一度遭到對手 用種族歧視的言論攻擊 張里當時突破種族歧視 順利當選 這次參選難度還會更上一層樓 這些台裔政治人物不斷寫下歷史 準備代表外來移民成為美國政壇的新勢力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什麼叫做代鼠族呢 如果換成啃老族這個詞 是不是就比較了解了 其實代鼠族是南韓社會新創的名詞 因為他發現住在家裡 經濟也依靠父母的單身成年男女 真的在社會上是越來越多 到了試婚年齡就該結婚嗎 現在的男和年輕人答案是不一定 南韓官方統計 2021年南韓結婚登記人數只有19.3萬人 比起10年前少了近14萬人 創下1970年統計以來的最低紀錄 單身男女不想不入禮堂 有些人繼續住在原生家庭 和父母一起生活 甚至在經濟上也依靠父母 南韓社會稱呼這群人為代鼠族 代鼠族指的是到了就業年紀 卻無法經濟獨立與父母同住的成年人 南韓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19到49歲的成年人當中 有29.9%人與父母同住 換算每10個人就有3個人 沒有離家獨立自主 代鼠族年齡層擴大的原因是 物價上漲和住房負擔增加 雞尊能不動産價 結婚機皮現象等增加 漢戈族更增加 更增加 調查顯示 代鼠族當中 女性和父母同住的比例是69% 比男性的60.9%高出一些 若是以年齡別來看 20多歲與父母同住的比例是62.4% 30多歲則是16% 但南韓媒體也發現 有些已經離家的子女 為了省錢又搬回家住 這些回潮的代鼠族老了 同住父母當然年紀更大 更沒有謀生能力 專家認為代鼠族高齡化 加上出生率下降 是南韓經濟停滯的警示燈 南韓四月新生兒通報 21124名同比減少7% 新生兒持續了近80個月的減少趨勢 婦女不想生小孩 主要原因是昂貴的育兒費用 經濟到政府搶先推動實質補助 大幅擴充價格低廉 高品質的公共產後調理院 類似台灣的月子中心 入住兩星期的花費 只要私人產後調理院的七成 讓產婦很滿意 近期到10月將在抱川 開設另一間公共產後調理院 地上兩層20個房間 正在招傷中 低結婚率和低生育率 是南韓急需解決的兩大問題 官方端出力多方案 鼓勵民眾多婚多生 避免在家啃老的代鼠族增加 拖垮國家發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教授 指紋